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听心愿飞扬 不顾心不断肠 自慧世面结合切 不思不保护相望 大方心心愿 网络教学,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香港 台湾,世界各地 韩国,日本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久安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 今天的节目是 孩子为什么偷东西 终极 现在的这个家长呢 确实是根本就不看重孩子的德行 我们接触过很多孩子 当我们跟这个家长说孩子有哪些问题 比如说偷盗 比如说他花言巧语 等等很多问题 但是说完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家长还不如我们做老师的着急 甚至他好像根本就不以为然 而觉得我孩子挺好的 他背书不挺好的吗 他不挺听话的吗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家长 包括学校 看中的孩子的分数 会背哪些书 会不会鞠躬啊这些 对孩子德行根本就不看重 所以这个价值观的这种混乱 也致使孩子就是 就像您刚才讲的 他不知道无耻 没有羞耻心 有什么不好 他不知道我偷东西 有什么丢人 你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说谁家的孩子偷东西 那父母都不敢出门 就觉得这脸 少得慌 觉得没有面子 好像是太大的事情了 但是对于现在他们来说 孩子普遍偷东西 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 这个不就是偷点东西吗 他小 他长大了 他就不偷了 所以现在是这种观念 我告诉你这种观念的原因 我们不学佛 没有听师父老人家讲经 我们也不懂 我们也看不明白 都是学来的 孩子为什么会偷东西 这是标题 我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 因为大人偷东西 什么叫偷东西 师父讲 不与取 人家没给你 那个偷偷拿过来 什么叫不与取 师父讲 很好懂 占人家便宜 你们看看现在社会上 尤其大人 谁不占便宜 有不占人便宜的吗 大家的想法都是想 多捞一点 拾一点 甭管是公介的 还是朋友的 只要是对我有好处 反正能贪点 就是点 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大人 都不以占人家便宜为耻 说你这个人呢 真笨 真傻 你怎么就不会投税呢 是吧 你看你们上大学学的是财快 是不是 对 财经 都会做假账吧 会交合理避税 其实就是做假账 合理避税 因为学会计的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行内都讲 他不会做假账 没法当会计 你看看 你说的这个话 我相信不是一家之言 普遍的现象 好 你做假账 你偷税 你偷刀占便宜 行 你看现在做买卖的也是 这个东西 十块钱 他卖你五百 花言巧语骗你呀 就像那个小品卖拐 非把这个 你明明用不着 他非把这个卖给你 哎呀 那是把大街头推脚好的 能卖出去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还怪我叫大忽悠你 今天卖拐 一双好腿 我能给他忽悠绝量 现在说练这种本事 练什么 说这人是个光头 把梳子卖给他 人家用不着 用不着也卖给他 那是什么本事 哎呀 我听了之后 现在都讲这个了 不讲伦理道德 你忍心吗 人家没用 你这糟蹋人家钱 那不管 反正我把东西卖出去 而且我卖了很高的价钱 这都是占人家便宜 偷盗的心 那好了 你家里现在家家都富裕了 对 家家孩子都开始偷东西了 什么意思 因果报应 我在很小的时候 看过一部电影 印度电影 《流浪者》 那里边主人公叫拉子 我印象太深了 他是个小偷 他讲过一句话 那台词我一直记得今天 他说 难道小偷的孩子 一定是小偷吗 法官的孩子一定是法官吗 他觉得不公平 我还记得你在法庭说的话 你的根据是 好人的儿子是好人 贼的儿子必定是贼 对吗 这是我的信念 这是你的信念 那 你这种信念完全是偏见 也就是你不信的根源 不过他母亲隐瞒孩子父亲的名字 绝不会没缘云 他父亲可能是流浪汉 也可能是潜逃的罪 一定不是好人 父亲是坏人 儿子绝不会好 我这个观点永远也不会改变 我们那时候也觉得 是啊 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像陈胜吴广所讲的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这还有种子吗 我现在学了佛法 我听师父老人家教导 我算明白了 真是有种啊 什么意思呢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有种啊 善的种子吗 皆善的果呀 积不善之家 你们家长辈都在那偷偷 必有余羊 看见了吧 所以说 你要想要一个好孩子 根源不在他呀 你是种子的 大人是种子的 小偷的孩子 为什么一定是小偷 看着吗 是不是啊 这爸爸天天 一筐一筐的 往家背东西 哪来的 不敢说 最后知道 哎呀 我爸爸真有本事 现在全社会 你们大家看看 我觉得连街上 卖爆米花的 都想占人便宜 卖楼房的就别说了 那房子真值那么多钱吗 哎 现在人心呢 是我讲 坏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程度 最坏了 所以说 这叫报应 为什么现在孩子偷东西都 报应 为什么 大人都偷盗 又占人便宜 成了风气 谁教的呢 西方价值观 利益最大化 不择手段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听经济学家跟你讲 伦理道德重要啊 不该卖给人东西 别卖啊 价钱不能太高 你这是反经济学啊 所以我们看那个新闻报道 香港首富就讲这个话 我要不能把这个钱赚到最多 我就违背了做一个商人的道德 听听 啊 一个商人道德是什么 你就知道了 哎 你死活跟我没关系 所以你看 土室现在价值观是这样的 恶到极出啊 难道不是吗 过去我们 中国人不是不做买卫啊 不是不经商啊 我们有伦理道德在困使 哎 同手无欺 大人孩子都不欺骗你 刚才你们讲 小卖部的 跟那个偷东西的小丫头讲 回去偷你爸爸的钱 然后拿着钱上我这买东西来 哎呀 我们听了 简直 他怎么想得出来啊 怎么说得出口 交给一个十岁小姑娘 偷东西去 哎呀 坏到极点 为什么呢 只认钱 唯利是图 不懂伦理道德 道理就这么简单 没有起码做人的羞耻心 所以 笑题中心 李一连指的耻 没了 耻没了 师父讲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啊 你打他 你拿皮鞭子抽这九岁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抽的 管用吗 不管用 为什么 他的心是一颗无耻的心 屁股打烂了 都管用 那怎么办呢 很难办 家长会问 怎么办 很难办 我们现在见到这个偷东西的孩子太多了 师父老人家 开了一级药房 人是教得好的 你说我现在看不出来我的孩子是不是个小偷 赶紧去检查 调查 来得及 你否则他成行了 这到十七八岁一旦偷了十年了 这个老偷了 他想改来不及了 他定性 他的一生 将与灾难 祸患 与恶人 邪恶 相伴 这难道是我们想看的 你说我把外缘给他断掉 电视网络 周围不好的这些邻居孩子 那也偷卧交啊 给他断掉 你们家不断不行 这是实在话 我曾经跟 一个家长谈过 我说你们开个厅 那里边不正经啊 你家的女儿要想好不可能 这是实话 你自己在那天天占人便宜 啊 那个钱财都是凶财 你说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不偷东西 那是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果报应 负债子偿 饥饿之家 必有余羊 所以全家人的价值观不转变 你想要让这个孩子好 他走到天边去 他都好不了 为什么呢 因果相连 母子怜心 父子痛性啊 你父母在家里边胡作非为 吃喝飘堵 竟是杀到淫妄 你想让孩子好 幸福一生 那是做梦 你把他送传统话 你把送天然都不行 谁 佛菩萨教都教不好 为什么呢 父母是孩子的根 而且他感召来孩子的那个种子 他就不好 对啊 就是啊 你就奇怪 你说我怎么 我们家这孩子怎么这样 哎 做胎的时候 感召来 种姓不好 你那个时候做 感召来不好 老师 我们还见过这样的家长 他呢 是医院的医生 收病人的红包 结果他的孩子 在我们学校 学校里读书的时候 就会偷钱 偷东西 后来这个妈妈 也是学传统文化 学佛了 就开始改 但是这个孩子 要是 这个孩子就很难改 他很痛苦 后来这个妈妈过来之后 就给了这个孩子 十几个耳光 就狠狠地教训 他说你如果再偷的话 我就不认你了 结果就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才慢慢地帮 帮这个孩子 把这偷的习惯 给他减轻一些 我告诉你 那是暂时的 如果这个妈妈继续收人家红包 那个孩子偷东西的习惯改不了 父母一直在那浇水施肥 那恶果是越结越大 那有根呢 你不能不相信的 所以说一家人是一体的 你看我们原来汇报团 有个老师 他忏悔 他找情人 现在找情人太普遍了 为了欲望 因为欲望嘛 所以说 财色明时睡 这个欲望 现在把人都给诱惑糊涂到极点了 他来问我 孩子偷东西怎么办 我说你 找情人 偷人呢 偷人家东西 偷人呢 其实 你的孩子怎么能不偷东西 他在台上哭着忏悔 因为我和这个情人交往了这么多年 感情还是有一旦分开就很难受 但是我非常谨记 大慧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 说 其实你没意识到吗 你是在偷别人的丈夫 你在偷别人的东西 你的孩子怎么会不偷别人的东西呢 你看现在整个这个世风 就是这样 现在不能单纯责怪孩子呀 财色明时睡 反正能占点便宜的 人们都想尽办法 不贪百不贪 不贪是傻瓜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 我们特别希望 能够在学校 在千家万户来播放 这个孩子 妈妈都在这忏悔 目的是什么呢 警醒天下人 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救救孩子 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 说了很多很多的根源 有家里的 有社会的 有学校的 太多了 种种恶缘之下 你的孩子能够 不受这个污染 不受这个祸害 太难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们是学佛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 我们最后 给大家提出来 就是什么 求佛力加持 求阿弥陀佛 求诸佛菩萨 求我们 先祖 你说我们老王家 老张家 先祖保佑 让我们的后代 是好孩子 代代相传 不要衰败 不要出个败家子 不要出个进监狱的 不要出个早死的 被人捅死的 不要 求先祖保佑 求佛菩萨加持 诚心诚意 然后自己要改 把外缘 恶的 这些不好的 都给他断掉 让他受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相信 孩子 都能够 教好 老师 就像刚刚您讲到的 富家子弟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 他偷钱 明明花不出去 但是他还要偷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家里的时候 爸爸妈妈平常 两千三千 兜里面的零花钱不断 习惯了 对 习惯了 他兜里面有钱 他就别扭 所以他就得偷钱 还有孩子是什么原因呢 在家里面吃习惯了 好吃的 什么巧克力 这种好东西 小零食 吃惯了 到学校来 我们遇到这孩子 男孩子 四几岁 把我们的礼品房 悄悄打开了 里面好的这些巧克力 他不吃 但是他祸害 他弄的哪都是 最后给这个一点 给那个一点 他有的时候 不是为了自己吃 但是他习惯了 糟蹋东西 他手里面就得有 这也是成习惯了 对 所以对于富家子弟 这两种情况 也是很常见 很可怕的 所以很多的家长 糊涂 看到传统化 学校生活 好像是 比较辛苦一些 没有零食 没有这个 所谓他们讲硬件 要有钙片 要有营养 一日三餐 还有水果 我就跟这些家长讲 你错了 你那个爱孩子 是害孩子 没有智慧 真正应该怎么样呢 师父教个 不许吃零食 从小养成好习惯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三岁看八十 这个习惯 如果要是从 从小养成的话 他这一辈子离不开 你是怎么办 话要说回来 离不开这些 奢侈品 离不开这些享用 他又得不到 怎么办 那他必然要 干非法的 干外蒙邪道 他脑筋要往那动 他怎么可能成好人呢 那灾祸不就来了吗 所以说 还是 师父 老人家讲的好 小孩子 从小受一点苦 有好处啊 真正有智慧 一生平安 什么东西 也诱惑不了他 你看现在这些女孩子 动不动 就做下流的事情 说为了演一个什么东西 黑衣服 什么露大腿 光屁股 演这些色情的东西 是吧 给钱呢 他欲望了 还有那些 长级 三培小姐 你去问他 有几个是吃不上饭的 没有 全都是什么呢 穿金带银 他的欲望 从小被培养起来 女孩子都比这个吗 比脸蛋 比穿着 比名牌 比谁能帮着大款 电影电视天天宣传 媒体天天羡慕我 你看谁结婚又花了多少多少钱 媒体不都弄这个吗 把人都交坏了 人交坏了之后怎么样呢 他就去偷 杀到淫妄 什么都敢 所以说 现在社会的这些乱象 犯罪 为什么这么猖獗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小孩子 你说这没事 没事 长大了 就是一个罪犯 这我们就知道罪犯是怎么来的 七岁就开始练习偷东西 我觉得这个节目不光是家庭学校 司法部门 公安部门 整个的官员系统都应该看 社会是怎么乱的 乱象是从哪里来的 伦理道德丧失了 从哪里 从家里丧失了 从电视 媒体上丧失了 教的都是相反的 而且师父老人家讲经常讲过 这个传统文化 他让人有羞耻心 人他始于去偷东西 那还有一种教育呢 就是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呢 是现在根本就没有 而且是打倒的 谁也不相信迷信的 所以因果教育 他也作为一个底线 就人不敢去偷东西 现在人是又没有羞耻心 又没有什么不敢的 所以他就胆大完威 什么都敢做 这会他信了 富家子弟 贫家子弟 你看 凡是那个家里面的 家长出问题的 孩子准出问题 英国呀 你不是不相信吗 所以说 只要人们这个占便宜的心 不能够停下来 人人都想利益最大化 捞点试点 行 那都是凶财 不但这个钱财你得不到 你说现在好像是 锦衣玉食 大房子好车 师父讲凶宅 凶车凶财 什么都得不到 人还糟糕了 你的后代毁了 得不偿失 学传统化人不是傻瓜 不是说 他放着便宜 他不占 你占 你聪明吗 这回我们就听明白了 英国教育 那不是迷信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青 积恶之家必有余阳 你看 你慢慢冷静去看 你不得不相信 老师 还有的家长呢 是自己贪欲享受 他喜欢漂亮的衣服 喜欢去一些地方去享受那些美食 或者说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去度假 这好像是非常的 人生非常的享受 人生活着的目的 是 当家长如果有这种价值观的时候要小心了 你的孩子也会贪图这些 那么当他很安逸 又不愿意去努力勤奋的时候 他就会去偷 我告诉你不是价值观 你说的这些是现在家长天天在表演 他做出来 他说出来 就跟演电影一样 那孩子都学会了 你看看那孩子就是家长的镜子 真的是这样 你们做班主任你们知道 你去看这孩子什么样 家长准是这样 一点不会错 所以说家长话言巧语 孩子话言巧语 家长伪君子 孩子伪君子 说一套做一套 可了不得 你以为 你无所谓 他都学会了 他都学会了 他在别人家 就像个录像机 像个录音机一样 你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老师 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 值得各位家长注意 我们这有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 他招着就说 我要睡觉 我要吃饭 老师 我要那个 就是都是我要 我要 就你必须给我 来服从我 伺候我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会让他以我为中心 他的欲望 慢慢慢慢的 就会自长起来 两岁多就开始自长 那么可能就 不用像这个同学 等到七岁就偷了 可能他稍微懂一点的 他就开始去偷了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 人伦电讨了 儿子胡硬无怀 孙子命行无懒 完全和弟子规 是吊歌的 相反的 那你说有什么不好呢 你得看到 受罪在等着你们的 苦难在等着你们的 所以这样的节目 你能不看吗 能不学吗 这都是古圣先贤 教过我们的 传到师父这一代 师父又教过我们大众 这我无限的感恩 师父老人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 今天的节目是 孩子为什么偷东西 终极 老师您刚才讲到 湖南那个男生 他就是偷东西 已经成性了 家里很有钱 然后当我们 把这个孩子的情况 跟他的爸爸妈妈 反馈的时候 这个爸爸很要面子 他就不愿意承认这些 结果的后果是什么呢 他不愿意承认 这个孩子就很难改 结果一年一年一年 这样的话 这孩子已经成性了 耽误了 耽误了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 犯糊涂 说我爱面子 我不愿意承认 那么真的就毁了 这就好像是孩子呀 长了个大毒瘤 父母家长看着难看 掩饰 越掩饰 他那毒瘤长得越大 而且父母还不知道 根源在他们身上 这孩子要想好 怎么可能呢 是 这应该从小就教孩子 这个弟子规上讲 事虽小 无不善为 你看很多孩子 偷东西 无外乎就从糖果 从 偷点花生米 小东西 偷个橡皮 慢慢慢慢的 他会偷大的物品 偷钱 然后养成习惯了 所以家长确实 对孩子 这个一点一点 细微的 还有这方面的 这个趋向的时候 就一定要 把孩子这方面的喜气 千万不能支撑下去 我告诉你 改不了 为什么呢 妈妈不在家 爸爸不在家 老人眼神不好 那哪盯得过来 这就是什么呢 妇女解放 结果 古代不是 古代女子 相夫叫子 使命重大呀 你就是 这一家人 最好的老师 为什么 后代就靠你教了 你在那不盯着他 行 交给保姆 保姆交个电视 或者交给隔壁家的 那些孩子 都学会了 互相传染嘛 老师 教孩子成为小偷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这个赌博 我们发现 有这个福利彩票 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也买过福利彩票 同学们上课就研究 今天买哪个号 明天买哪个号 上学你们研究这个 对啊 很多这个大学生 一夜暴富 通过买彩票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赌球 比如说现在世界杯 包括什么 开球中奖啊 还有比如说 股票 等等这些 这个是不是野债 教大家偷盗啊 你记住了 凡是不劳而获 这都叫什么呢 都叫占便宜 出一分力 得一分收获 自食其力 没出力 得到东西 这叫什么呢 不劳而获 都叫占便宜 占便宜 都叫偷盗啊 难道不是吗 你刚才举这些例子 社会上到处都是 最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离孩子最近的 家里大人打麻将 是不是 哪家不打 打 手边都放个钱 孩子都看到了 赌钱呢 赌就是不劳而获 一个人 常常怀着不劳而获的想法 你说这个人能是好人吗 将来能有好人 往他那靠近吗 结交的都是恶人 小人 你想让孩子一生幸福 你家里有再多的钱 都给你造进光了 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 现在电视台不说这些话了 如果天天就像师傅讲的 电视台 各个电视台都天天播这个 那社会就好了 他现在教的是相反的 刺激你欲望的 鼓励你不劳而获的 你看人家 就像你说的 一夜暴富 现在天天竟抱这个 谁还能安心 老老实实做人 那不是真的 像他们说 这傻瓜了吗 像你们这做义工 没有任何收入 一分钱没有 竟付出 我们是做义工的 走到哪都让人家不理解 你们在干什么 那这是 为什么不赚钱去 你想一想 在这样的价值观 横行于世的情况下 还可能有好人 这孩子 人之初性本善 他不例外 他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 伦理道德的教育 学校 只教文化科 知识科 伦理道德不教 幼儿园不教 教才艺 家长看 你教会他弹钢琴了吗 教会他写书法 竟看这个 说你这孩子 在我这五年上学 不投东西 哪个家长会把这个 当成是你教学的成果 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 大家都是认假不认真 不知道伦理道德的意义 价值 对一生的影响 竟看那个没用的 竟看那个有害的 把有害的当成好的 这个孩子 他偷东西 我们发现 他在读书的时候 就很难能够 专注下来 他有什么表现呢 你会感觉 他平常的眼睛 都是贼美术眼的 他看着老师 盯着你们 最常见 他盯着老师 而且他是用眼睛 斜着 偷偷地看着老师 他因为他的心事 他的脑子 都用着 怎么算计老师 怎么对付老师 我怎么能 偷偷地做某些事情 不被人发现 所以他平常 脑子都是这些 歪门邪道的 真正的说 安静下来读书 他安定不了 很难能够安定下来 你说的这是 最大的一个问题 杀生 偷盗 邪淫 这是身体上的三恶业 嘴上的是妄语 说假话骗人 两舌挑拨利剑 恶口 说话难听 讽刺了 挖苦了 骂人了 其语 花言巧语 这是嘴上四种恶言 心里边贪嗔痴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不要造这些 它会让你的心变坏 变坏之后 你的形象就坏了 相 有心声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响声 换句话说 你看这孩子 穿衣服再好看 今天我们到社会上 你去看 小女孩 小小子 穿多名牌 让你仔细看 不是贼美赎言的 要不然就是 脾里脾气的 邪里邪气的 他自己还觉得挺美 电视上明星不都这样吗 那家长为什么觉得挺好 你跟他说的他不爱听 为什么家长也这样 都看不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是正的 学传统化的人 他知道标准 他一看 他就知道 所以说 你整个孩子的精神面貌 全部被扭去了 就像你说的 刚九岁 天天贼美赎眼 你听着心里不难过 这些小丫头 你说他将来要到社会上 那些人一看 躲他远远的 好人躲他远远 为什么这孩子 你离他远点 人家长都嘱咐 这个不是个好人 大人看得出来 老实人 好人都看得出来 而且这个孩子 他是极度的子私 他心里面没有父母 你比如说 他是单亲家庭 他的妈妈没有工作 以前是靠打扫卫生 照顾着他 这是送到我们 这是求我们 这孩子我实在是有点 养不起 也供不起他读书 很多传统化学校 学费很贵 妈妈又想让孩子 接受好的教育 但是又没有钱 所以也就是说 他的家庭是很贫困的 妈妈很不容易的 但是你跟他说 这些他没有什么感受 另外他 你比如说他困了 他就自己偷偷地 就去睡觉去了 结果自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灯全部都关了 我们这大晚上的所有老师同学集体出去找 给大家就急坏了 人找不到了 他没打招呼 没有打招呼 他就因为自己困了 他就我想睡觉 他就走了 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所以这个孩子你会发现 他心里面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 什么父母啊 老师啊 同学啊 没有 就只有他自己 孩子为什么眼里只有自己 为什么自私到极点呢 欲望做主 这是根本问题 所以诸苦尽从贪欲起啊 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家挺清贫 清贫家子弟也有贪心的 所以说妈妈是学佛的是不是 对妈妈学佛 我告诉你不管用 你看这孩子 衣服上背心写着阿弥陀佛 管用吗 不管用 你写他脑门上都不管用 为什么呢 他心是贪心 所以说现在很多学佛的家长 孩子都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基础教育没有 五轮五常 这些教育没有 教给他怎么 脚先着地 先别飘着 啊 说我可以被心惊 很多家长都赞叹自己的孩子 他扭头偷东西 这个是会被杀秘利益 也偷东西 不管用啊 那都是骗人的 所以说一定要怎么样 要让他做到 哎 做不到 你要惩罚他 教训他 父母责 许顺成 那个责是责骂和责打 你不管他 将来警察管他就来不及了 你不揍他 可不行啊 不让他吃苦头 不让他把那个羞耻心给他打出来 不行啊 现在都溺爱啊 最后溺爱到监狱去了 哎 所以说形式都不重要 哎 一定要把孩子 把那颗心给他修成 五轮五常四为八德的心 让他做到 怎么做到 家长盯着 你别把他往学校一扔 往家里扔 那不行 那还是会教坏 所以说一个孩子成就 我们这才知道啊 历朝历代 几千年 中华民族出那么多伟人 那都是家里的老妈妈 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啊 真正老妈妈 这么盯出来 你就知道妈妈有多伟大 哎 那些了不起的人 都是妈妈这么一点一点盯出来的 你不这么盯着 稍微一疏忽 完了 他学会一个坏习惯 你怎么改 改起来太难了 我们在这 特别提醒这个家长和老师 千万不要只看孩子的表面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 我们最初见他的时候 就这个小姑娘 很文静 很听话 乖乖的 而且这孩子会说话 哎 特别会讨巧这个嘴巴 聪明 伶俐 他很聪明 这个孩子 这样的一个孩子 很多家长 很多老师都会喜欢 我告诉你 老话 笨人 做不了贼 真的是这样 越聪明的 你那个孩子 你越要小心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孩子 最后让我们 简直就是不敢相信 他会是偷东西 偷了两年 而且连老师 感觉就是 看不出来他 甚至他说是他 甚至他在说话的时候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我们都很难去分辨 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 平常的时候 看孩子 一定要很细微的去观察 包括他的眼神 他的一举一动 这些都要很细微 说实在话 父母的心 如果欲望吃生 你都趴着跟前看 你也看不出来 心是迷的 眼睛不管用 眼睛只是器官 做主的是心 所以说 父母心要安定 要清静 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 把他培养出来 这是最高理想 享乐 你越追求那个 越把孩子回来 我们今天讲这些话 你看这个小孩子 你也听得懂 一定记住老师的话 你一出来忏悔 这个能消你的罪业 发誓 尤其是个女孩子 这一辈子 不干这种可耻的事情 后不再做 听到没有 听到了 感恩老师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 宿礼 让我们以 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 挚爱 感念 古圣先贤的 伟大教导 感念 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 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尽快医生 跟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